本署侦办新北市板桥出狱 某幼儿园人员 以示喂食幼童不明药物 涉嫌伤害 妨害幼童发育等案 目前正有专案小组 积极地在侦办当中 本案迄今已经有36位家长 陆续提出告诉 本署在5月23号起 就经过家长 以及幼童的同意 陆续采集幼童的毛发 这些检体我们在 5月26号 6月6号 以及6月19号 分三坡 送请法务部调查局 来做一个鉴定的工作 除了两名幼童 拒绝采集检体外 我们总共是采集了 36份的毛发检体 经过调查局 以罪数件办理 今天上午 我们就收到 这个全部的检验报告 那检验的结果如下 第一点的部分 36名幼童的毛发 都没有检出 有八笔 妥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 但瓶类的这个药物 那没有检出 这两种药物的话 就是代表 没有检出这两种 药物里面的 47种的 属于这个种类的这个药物 这是第一点的部分 那有关于这个 检验方法的部分 本案的毛发检体 系以异象沉吸 高解析质谱法 以及异象沉吸 这个串联质谱法 进行这个两阶段的 确认检验 具有高度的准确性 那不会有一般 医视检验 使用免疫法 进行毒品的这个检验时候 可能有交付反应 进而产生伪扬性 或者弱扬性的这个 反应的这个状况产生 那因为本件 高树人家长及幼童很多 那针对这个 告诉的事实的部分 那还有很多 需要比对确认的地方 那检警专案小组 将站在保护幼童安全的 这个立场 以公正客观 科学的态度 持续积极来厘清案情 来勿网勿众